5月23日星期六 在美国新泽西的高速公路上 一辆计程车撞上了护栏 这场车祸夺走了两位乘客的性命 他们都坐在后座是一对夫妇 可能因为没有绑安全带 双双被抛出车外当场身亡 太太Alicia 82岁 先生John Nash 86岁 大家赫然看到新闻才知道 他们竟然就是电影《美丽境界》 所叙述的那对诺贝尔奖得主夫妇吗 迪奖的故事感动了全球 也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奖 而John Nash的一生 更被誉为是全世界在20世纪 最伟大的数学天才 他不到21岁 就是以27页的纸张书写 解释了人类在所有竞争决策下的 模式的预测行为 号称赛局理论 30岁之前 他解决了无数数学的难题 但30岁之后 他的生命进入了疯狂 甚至CHESTY里 犯过了很多的丑闻 流亡海外 甚至有私生子在外面 最重要的一生 就是他的太太 对他不离不弃 两个人中间有离婚 但后来又复合 太太几乎这一生 都是保护他 好好地呵护他 而让这位后来的天才 终于从不理之中 又走回了理智的世界 而终于能够走上 诺贝尔奖的颁奖台 领取智升最高的荣誉 他在领奖的时候 热泪盈眶地感谢他的太太 而如今两个人 双双在同一时刻 离开原世 相信他们是手握着手 一起走上 人生的另一条道路 二十世纪最优秀的数学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约翰·奈许 他的故事曾在2001年 被翻拍成电影 美丽境界 勇夺四项大奖 一身传奇的伟大天才 却意外车祸身亡 这是奈许生前最后的画面 他和妻子爱丽西亚 18号在挪威领取数学界 最高荣誉 阿贝尔奖 当时奈许和爱丽西亚 气色相当好 还神情愉悦地 接受电视记者访问 你仍然活着新的理论吗 是的 我仍然活着新的理想 但许夫妇也和挪威的 西洋旗冠军 相谈甚欢 你认为 肢脑可能是 健康健康 或心理治疗 但就在他们风光 从挪威回国 从机场搭计程车 回家途中 车子撞上 防护栏 他跟妻子双双倍 抛出车外 很惦恶 他在他生日期间 当时他真的 开始感受到全世界 这次的理论 这次是150岁的理论 恭喜 张 出生于中上家庭 才20岁 就进了普林斯顿大学 博士班 虽然平常很少上课 却很喜欢解答数学难题 1950年 他的博士论文 对应用数学的 赛局理论 提出了新的突破 后来被称为 奈许均衡 成为日后获得 诺贝尔奖的理论基础 当时他才22岁 下官大学的创建大学 就是非常多 我认为我的研究 中心度的 我总是觉得 要从其他人家做的特别人的研究 年纪轻轻就拿到博士 意气风发的奈许获得一流学府 麻省理工學院的教職 1958年7月 《財富》雜誌 將他列為當代最耀眼的數學明星 才30歲的奈許 知名度就已達到巔峰 但此後 他的數學研究上無法突破 因為他患了精神分裂症 我認為世界上最重要的 世界上最重要的 人類像聖人 就像敵人 他開始出現嚴重幻聽 行為也變得詭異 曾經無緣無故打斷別人的演講 和聲稱 從報紙上遇到外星人隱藏的密碼 他在1959年住院治療 但情況沒有改善 兩年後又被送到另一家 精神療養院 接受胰島素昏迷 這種不人道的醫療對待 10年後 我開始想自己 變成了一隻動物 大約9年的治療後 奈許獲准出院 並且開始在普林斯頓任教 終於在1994年 以他對數學與經濟學的重要貢獻 獲得諾貝爾獎肯定 這距離他提出的篩局理論 已經相隔了44年 成功男性的背後 總有一位重要的女性 奈許的太太愛麗西亞 就是她最大的支柱 兩人在麻省理工學院認識 來自薩爾瓦多的愛麗西亞 當時是奈許的學生 兩人在1957年結婚 婚後一年多 愛麗西亞懷孕 也就在那個時候 愛麗西亞開始出現 精神症狀 不久愛麗西亞生下一子 當時正值奈許第一次住院療養 其實他的個人性 似乎在一星期間變化 這很快 兩人結婚六年後離婚 愛麗西亞獨自一人撫養兒子 但她始終沒有放棄奈許 離婚七年後奈許離開療養院 博生一人 國家可歸 是愛麗西亞收留了她 愛麗西亞的細心照顧 讓奈許的精神逐漸恢復正常 在不借助藥物的情況下 終於克服妄想幻聽 2001年兩人在離婚38年後 二度結婚 1994年奈許在挪威領取諾貝爾獎的得獎致辭中 她特別感謝愛麗西亞 在電影中的這一幕 讓世人看到一位天才 罕見的真情流露 原來一切的美好就此 當然而止 再過兩個星期 就讓我們87座的麥許 和妻子在返家圖中以來身亡 數學界的一代偉人已經引落 她與妻子的美麗愛情故事 也將為故事傳送